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现在时间显得紧 事儿有点出的太多了 咱做节目说实话 我都觉得跟不上趟 就一天一天就这么做节目 跟不上趟 我就想有些其他就像人家大电视台 一天做一期评述节目 那都是有名的人了 人一年都挣几千万上亿的 还不过就是那样的 但面对现在这种环境的话 我觉得根本就out了 就out的意思 你根本跟不上这种事情的变化 习近平都开始新长征了 那习近平开始新长征 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 大围剿又来了 当初共产党跑才叫长征 后来起了个词叫长征 实际是大围剿吗 对不对 那当初如果这都是命了 他说在这种大围剿的时候 如果蒋介石完全下狠手 美国人真正的对他进行支持的话 就没这事了 但命就是命 我觉得命就是命 大家不要抗命 我们讲的定数就是定数 我昨天节目中我还说 我说你看这个这个女娲 女娲去惩罚昼王 本来要下手到那一下 哎没过去 夹着夹着这个这个云的 到了跟前的时候 阴娇阴红 昼王的俩儿子 他的生命之光 他就讲从他身后 从后边出来两道红光 其实就是他的生命之光 生命之光把他拦了 把他拦了 这个这个女娲一看 哟 还有28年 昼王的定数超过了女娲 我们人 我们现在中国人的历史 我们看到包括周易八卦文字 对不对 包括书法 写毛笔字 都是那个年代出来的 从王母可人刻字 那叫金龟子 金龟灵啊 金龟子 从王母可人刻字 就是这么下来 共产党解释有他的解释 但他怎么解释 他改不了这个时间 没错吧 他怎么篡改 他篡改不了时间 这个截止到现在 我们看起来是这么回事 人是中国人是女娲造的 但中国人的定数 却超过了女娲这个神定的 中国人的定数 女娲的上头 就是原始天尊跟老子的师父 红军道人 没人知道他是谁 你查吧 连写都写了 寥寥几笔 他写不出东西来 那红军道人上面是谁 因为红军道人也参与进来了 当初在定 封身榜的时候 红军道人下的命令 他们 原始天尊老子 跟通天教主 三个人商量 三个人在通天教主的 洞府里商量 定的封身榜 那是他们师父让他定的 其实他师父的 一说他师父让他定的 他师父也参与进来了 他的师父也参与进来了 他的师父最后把通天教主带走了 女娲是他们师父的师妹 那一辈也有四个人 再往前不知道了 为什么不知道了 不配人知道了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美国制裁了13个中共国的实体 就是公司了 还有个人 现在的新闻太多了 我刚才说了 习近平是要万里长征 他遭到了围剿 这次围剿是人类社会 正常人类社会 以ingold为trust 美国人的那个钱上印的东西 全面围剿中共政权 以毛泽东为头像的 人民币为代表的邪恶 所以都很很有趣的 最后落在这块钱上 钱上有毛泽东的头像 他是杀人的魔鬼 他一破漆 习近平就完 但反过来 习近平尚存一息 就是一口气的希望 你现在把共产党推了 就行了 你活了 他关个你屁事 这个人有病啊 你活了不就完了吗 他死了就死了 是不是 人到笨蛋的时候 是笨蛋他奶奶爷爷都是 他关你个屁事 你只图了一个虚名 还要万里长征重新开始 长征毛泽东带着中央红军 到了陕北就杀了你爸的兄弟 刘子丹 白活这点肉 白活真的白活 那川普呢 应对他的红军 就是全面围剿共产党 现在是全面围剿共产党 这是最新的一个 美国对13个中共的实体个人实施制裁 同时还包括伊朗 俄罗斯 叙利亚 所以跟他们化成一体的了 原因就是违反了相关的美国的规定 美国的规定 大家明白一点 美国人手里头都有东西 只不过发力不发力 也就是说他想打谁 他的炮弹非常多 他的证据也非常多 他的目标也非常多 今天翻出一篇 明天翻出一篇 天天都给你翻 他都有 你闷不作声 他钱都不作声 他不到时候 他不点炮 他是这个 制裁包括除非经美国国务院批准 任何美国政府部门 不得向被制裁者采购任何服务 产品技术 任何合同 这些人不得参与 与美国政府提供协助的任何活动 那这是包括什么许可证啊 而且暂停他们持有的任何出口的许可证 还制裁人的血挺全面 中共国的这些实体跟个人 和包括他的继承人 他的子公司 他的分支口 那这是具体公司的名字 具体人的名字 为期两年 这是最新的 这条消息只不过是在 美国从经济冷战的角度 或者说高科技冷战的角度 全面围剿习近平的中共国 这是最新的一个范例 就这么回事 最新的一个行动 非常直接 封杀的同时 这都是一天前后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卡丁和共和党参议员卢表 跨党派联手提出制定法律 以立法手段对付中共 在南中国海和东海的非法和危险行动 惩罚参与军事活动的企业和个人 跟那个概念是类似的 跟那个概念是 但那个概念是行政命令 它现在是立法 这里提出一条 南华早报很奇怪 现在在有关打击习近平的共产党的时候 南华早报就像这个排头兵 南华早报 马云买了 表面上替习近平 但马云买了之后 没改变他整个编辑部 而他的整个编辑部 却是曾庆红的 曾庆红原来在香港的势力 所以现在就南华早报上 你会看到 如果你会看到他写的文章呢 第一 他具有海外媒体的味道 第二 他可以某些事情上 烘托习近平 而任何烘托的文章的背后 都有打击习近平的味道 法案写说 美国国务院每六个月 向国会提交一份名单 确定在南中国海地区 参与建设发展项目的中国公司 包括填海工程 岛屿建设灯塔 移动通讯设备 卢比奥接受南华早报采访说 这是跨党派的法案 美国盟国打击在中共 在南中国海非法危险军事行动的一部分 所以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 南华早报这么早率先采访卢比奥 卢比奥昨天说南华早报在这个香港 12小时时差 深更半夜采访卢比奥 而南中国海跟台湾是习近平真正 他非常瞩目的地方 对吧 他非常关心的地方 他大国的概念的一种表现 那南华早报干嘛捅这个马峰 他是这么干的 所以有些东西他碰 有些东西他不碰 本月初菲律宾美国日本印度六艘军舰 穿越了南中国海 那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直接说 为期一周的穿越行为 是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 并非经过任何有争议的领土 我们重点不是批评某个国家 关键在于合作 而美国海军宣布 美国军舰将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 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为期六天 那包括两艘日本驱逐舰 澳大利亚的两艘会议舰 那美国将派出五艘军舰 其实刚刚发生的 两艘美国军舰刚刚再次从南往北 穿越了台湾海峡 南海东海制裁法案 是由13名民主党和共和党 共和发起来的 那这个发起的人数幅度大幅增加 在美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没见过的一个现实场面 两党出现了历史的争执 它的焦点在川普的总统身上 但是两党在打击中共的问题上 出现了历史性的这种共同的力量 民主党比共和党现在还狠 川普想喘口气 民主党就骂他 一定打死共产党 打死他 打死他 这就是民主党干的事 有人说可能是因为 当初奥巴马克林顿 他们出卖了美国的利益 出卖给中共了 可能是 所以民主党党内决定 高调门 支持共和党 打击共产党 来掩盖民主党过去做的丑的事情 各自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 形成了外在的共同目标 共产党再劫难逃2019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